102 《經濟日報》 歐股擁三動力三機會先機經理人 量化寬鬆等要素驅動後時經濟復甦有望推升股市 2015年7月14日財富管理C1 台北信希臘風暴成為近期全球關注的焦點 盜禽歐洲指數近三個月累積跌幅達7.89% 201577 不過,歐股基金表現則相對抗跌 先機歐洲股票基金副成產品經理劉鎮章表示 歐洲股市具有三項驅動力及三大機會 驅動力包括量化寬鬆、貨幣刺激、油價下降 機會包括歐元區經濟復甦、歐股上當有空間 歐股股值型偏低都有在於歐洲股市表現 希臘最新民調顯示 有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八十的民眾想留在歐元區 先機歐洲股票基金經理人李凱文Kevin Lilly表示 如果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試圖要脫離歐元區 希臘總理將辭職並重新改選 這對歐洲央行 E.C.B. 疑然是個很大的風險 雖然已經對希臘實施緊急流動性援助 但是希臘銀行的現金存量將很快的用盡 李凱文表示 談判出一個新的遵折方案可能需要花費數週的時間 因此希臘還是需要歐元區的援助 如果留在歐元區是希臘人民想要的做法 那麼希臘最終可能會接受一個比先前更高的遵折方案 目前雙方想要快速的達成協議已經不可能 市場勢必頑有好幾週的動盪 在基金操作方面 李凱文指出 先機歐洲股票基金投資比重將增持價值型股票 降低防禦性類股比重 劉鎮將則進一步說明 從類股角度來看 原由自去年每桶100美元滴落至目前50至60美元區間 歐洲汽車銷售復甦 加上歐元貶值歐洲車系熱銷 有利於汽車大廠表現 帶動汽車類股股價 令外健康匯利相關類股表現也相對優異 漢加倫